想知道为什么明明上课了却无法专心吗 这样的景象或许和下课吃的零食有关哦 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我们的DFC挑战 为了完成这次的挑战 我们将摊位设在学生常常经过的走廊上 我们准备了两类食品 一种是可以提升专注力的食品 有助于同学在课堂上表现得更好 另一种则是会抑制同学专注力的食品 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我们准备了糖分高的饮料 含有色素的牛奶巧克力及卵糖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黑巧克力 可以提升记忆力的梅干 还有残酸的绿茶 分享 你先选一个你想要吃这个 你先选一样 你选择都会抑制 而且你要超酷 这个可以触及 因为不好的脑炎都不喜欢 這樣可以非常專注在人家的創作 不然你知道太多嗎? 你在物理的課上面會更專注於他的恐怖物理也是痛的 果凍讓我知道就是有哪些食物 就是他們可以讓人體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我覺得很棒 感解之後讓我知道如果有三顆想睡覺 我可以吃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次的宣找活動真的非常的有效 讓我來解到很多高堂的食物竟然會對我們產生如此大的危害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的棒 然後我覺得他真的給了我很多的期待 我以後再開玩意 再開玩意 避免我上課一點都不專注 肚子花膏 像剛才渾手 不相當壞 好好啊 好啊 是